伪装者绝对是可以上榜的 刘敏涛,王凯等人也没主演的,当时该剧播出的时候四人都获得了网友的一支好评,王凯还凭借剧周明成了一脚大红,胡歌也凭借着明台一脚成功转型,前不久该剧官方发出了伪装者2的海报,虽然还没有宣布将由谁来出演,但是很多网友知道了第二部要开拍了还是表现很期待的,如果能够是圆安人马继续出演那就更好了。 但是从曝光的海报中也可以看出来该剧的演员已经换了,虽然现在还没有官宣将由谁来出演,但是有知情人士透露,虽然该剧还是原来的制作团队,但是在演员阵容上进行了大换血,不过还是会以演技派演员为主, 据了解该剧的演员讲话称陈晓、万熙、于飞红、朱亚文等人,这样的演员阵容其实也是挺让人期待的,毕竟这些人都是演技派的,只是胡歌、王凯等人的角色已经卡深入人心了,陈晓刚出道的时候也是走到偶像小生的路线,不过最近陈晓已经转型成功了, 凭借大年花开月证员,受到了众多网友的关注,赛事中的演技也是受到了众多粉丝的肯定,跟孙力同旷标演技一点都不怯场,朱亚文的演技就更加不用说了,一直都是走的演技派,跟周迅合作出演红高亮的时候,就已经是妥妥的演技派了,之后欧还跟杨米等人合作过,被网友称为行走的荷尔蒙, 但是演技绝对是肯定的,于飞红现在虽然很少演戏了,但是年轻的时候,他主演的一些电视剧,应该很多网友都是印象深刻的,比如《小李飞刀》中的金红仙子,《三少夜的剑》等多部电视剧电影,在荧幕中塑造了很多经典的角色,万希现在大家应该更加不会陌生了,前不久跟胡歌合作的猎场,令他圈等无数, 在《海上暮鱼记》中的蛇仙美人《南枯月离》更是可画的入目三分,他主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是那么的真实,演技受到夜内众多人的肯定,现在伪装者二世已经确定开拍了,演员已经确定了,就等着官宣了,你期待该剧吗?